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功夫者,我是今天的主讲教练刘教练 这节课我们来聊一聊杨真普知识 然后带着里面的肺咳咳一口 这个给人的感觉呢,好像就是把这个劲儿给打回去了 所以说呢,你要准确的解释,他有说法 当然呢,有些老师纯粹吹牛逼的,那就另外再说 好,然后我们再说回这个劲儿,大家就明白了 这个劲儿啊,它是靠我们FnMA靠的是质量乘以加速度成 它不可能脱离,就是说独立于人体之外而存在 独立于人体之外而存在,那个说法是贼不科学 非常不科学的一个说法 下面我们来聊聊杨真普知识 杨真普虽然说是一代太极宗师 但是你去查资料你会发现,他只活了53岁,就已经与世长辞了 关于杨真普知识呢,主要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呢,说杨真普宗师他是病死的 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杨真普宗师当年在国术馆 与一个练蓝拳的叫肖聘三的 叫肖聘三的,他是练蓝拳的,当时蓝拳也归为外加拳嘛 也就是说杨真普宗师与肖聘三,就是一个练外加拳的 他俩发生了口角,发生了矛盾 然后互额而死,后来两人都死了,都因伤去世 同归于尽了 关于这两种说法呢,大家可以上网去搜,资料很多 讲这个事情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看这个事啊,就是在杨真普宗师的太极拳食药里 他把这个杨真普宗师的太极拳食药里 他把这个杨真普宗师的养生功能和GG功能啊,说的都很强大 但是,可是他自己却五十几岁就病死了 那么这个杨真太拳的养生功能从何谈起呢 好,那有人说,他是杨真普宗师不是病死的 他是和肖病山或温死同归于尽 好,那么又来了 你说这个杨真太拳的GG功能如此强大 可是他本身却是和一个练外加拳的或温死 可见这个杨真太拳的GG功能也不比这个外加拳强大嘛 可是有些拳友又说了 说是这个民国时期的孙乐堂啊,创立孙真太拳以后 再与人比武啊,都是轻取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孙乐堂创立孙真太拳以后啊,再跟人比武啊,都是轻轻松松的获胜 战无不胜,功无不克 所以他获得了虎头绍宝天下第一手的称号 当然关于这个说法,这段历史呢 也有人说这里面过于夸大 我们首先不管这件事情的真假吧 反正从中国的这个武术史上来看 从太拳的历史上来看 这个孙乐堂啊,他是一个积极能力非常强大的人 是一个太极高手 所以说有人就想借助这个孙乐堂来说明啊 就是说,太极拳的GG功能是很强大的 还有呢就是近代的太极拳家,吴图男 吴图男呢,活了100多岁 有的说法说他是活了107岁 也有说他活了104,103,甚至105的 说法很多 但是不管怎么说,吴图男宗师他都是过了100多岁了 因为吴图男宗师呢,他演练太极拳 很多人说,那么我们通过吴图男宗师是不是可以说明 这个太极拳的养生功能也很强大呢 其实我们可以把养生,GG格斗啊 这两个概念从太极拳的范畴里面把它提取出来 专门来讲这两个问题 首先是我们来说养生啊 这个养生是古今医学上的一个概念 是非常大的一个概念 它不仅仅是太极拳所拥有的 那什么是养生呢 叫养生于智嘛 就是说我们养着预防着病 它总比我们病来了 然后我们的治疗它强吧 这个养生包括哪些方面呢 养生包括饮食起居生活习惯 然后运动养生 那什么是饮食起居生活习惯呢 就是说我们要想身体好 首先我们要管理好我们的饮食起居 你要按中医的讲你要睡植物觉 你要按定时睡 定时起饮食呢 养求清淡 营养全面 生活习惯了 咱不说不抽烟不喝酒吧 少抽烟少喝酒 克制自己的那方面的欲望 就是少防事等等等等等等 这样呢我们就能活得就是说比较健康 然后呢在这个健康之余呢 我们还要活动我们的气血活动我们的身体 这个就是运动养生 你像这个运动养生 跑步啊 包括现代的你打羽毛球啊 你做瑜伽它都属于运动养生 而太极拳呢 就属于运动养生里面的一个分科 从这么说大家就应该理解 其实太极拳啊 就是运动养生里面的一个小分科而已 所以说运动养生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 它不仅仅是太极拳所独有的 而且我们不要抬药杠来说 你把这个太极拳啊练得炉火纯青 松柔的功夫练得非常好 全身气血流畅 但是你这个人熬夜吃泡面抽烟喝酒 还终于五度 那恐怕你的身体也好不了 你太极拳练得再好 它也管不了这些方面的事情 而且我们再从这个寿命上来讲 就是说有人说这个练太极拳就一定活得长吗 从这个人的寿命上讲 其实现代科学有一方面的这个 有一方面的这个专家 他其实就研究出了一个课题 什么课题呢 说其实人的这个长寿 有一个很大的决定基因 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决定原因 原因 有一个很大的决定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基因 前面已经说漏嘴了 就是我们的这个基因 因为基因呢 它它里面就是说就像一个程序一样 它有时就决定了你生命的长短 说到这里呢 它就有一个笑话 有个什么笑话呢 说是一个老爷子90多岁了 他依然抽烟喝酒 然后有一个医生见了 这个医生呢就劝他 说老先生 您要想活得长 活得好啊 就少抽烟少喝酒 这个老头子已经就不高兴了 老头子的这个气势还很好吧 老头子就说 我已经90多岁了 我还怕什么了 再说了 我活这么长 我的长寿秘诀 并不是炒收烟少喝酒 然后这个医生问他 这个医生就很奇怪 说那老爷子 那您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老爷子说我长寿的秘诀 是从来不多管闲事 然后这个医生就说 不多管闲事就能长寿吗 然后这个老爷子就说 反正以前啊 就是在我以前劝我 少喝酒少抽烟的那些医生都死了 他其实这个故事讲明什么 就是说其实有时候 大家可以看在你身边 或者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人呢 他都抽烟喝酒 其实他也活了很长的时间 人家说你看那邓小平 烟不离手 他不也活了很大的岁数吗 然后再说一个实际的例子 比如现在这个医学医院医生都说 如果我们吃过多的这个腌制的这个菜 我们会活的很不长久 就是说会找死 但是啊 从我小时候记事起啊 我的奶奶 我的奶奶就在吃什么东西 吃腌菜 她从小就在腌萝卜 腌韭菜 腌白菜 基本上能腌的都腌 但是我奶奶一直活到就是前几年 活到96岁才过世 为什么呢 这个可能就是基因方面的问题 另外还有个事叫什么东西呢 快乐 你看我有些朋友啊 因为我练泰拳 我也会高养是吗 我有一些朋友呢 他这个吃饭就是很能喝酒 吃饭的时候很咸 很辣 口味很重 那我就跟他说 我说 嗯 你以后这个吃东西要清淡一些 要注意营养全面 多吃维生素 少吃点肉可以活得长一点 他跟我怎么说呢 他说 他这个话 原话在说 老子宁愿吃老子宁愿 喝酒吃肉抽烟 快快乐乐的活到50岁 我不愿意像那儿憋憋曲曲的活到100岁 为什么 他说 其实你想就想过 人这个长寿哈 他本身跟这个快乐也是有关的 如果你每天心情好 就是 哪怕你吃的就是说 不是那么养生 但是你吃的开心吃的高兴 你身体啊 就会分泌一些就是说 比较良好的基础 正面的基础 让你活得好 但是你天天按照那个养生食谱吃 按照那个养 按照养生时间睡觉 它让你活得很憋屈很难受 你身体会不会产生一些 负面的性的基础 让你活不长 所以说是这样 说到这个里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总结就是说 养生只是太极拳的一个层面 或者说一个功能 实际上养生是一个很大的概念 是养生包含了太极 不是太极包含了养生 然后一个人健康长寿呢 太极拳只是非常小的一个旁边 你的这个饮食 喜居 生活习惯 遗产基因 它都在限制着 说了这么大家就应该明白了 说我们只管去念就行 至于其他的事情 有时候不要管那么多 然后我们再说这个 太极拳的积极格斗功能 其实学武的人 在中国武术学武的人 都应该都听过这么一句话 就是在武术坊间流传的一句话 这句话叫做什么 没有最厉害的拳术 只有最能打的拳手 如果把这句话表达的文雅一些呢 就是说武术本身 并无这个高低之分 而是习武之人 有强恶之别 武术的积极格斗功能 其实和厨艺是挺像的 为什么说它和厨艺是挺像的呢 我们可以把厨艺 粗略的也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材料 一个是厨艺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也就是说你的技术再好啊 没有材料你做不出菜来 或者说给你一堆烂白菜 臭鱼烂虾 你也很难做出就是说 一桌子这叫什么色香味 营养俱全的这个好菜来 那么反过来 我给你再好的材料 对不对 给你澳洲大龙虾